市黨部被不明人士丟止了雞蛋 那市黨部本身有監視錄影器 所以有拍攝到丟止的人 那從他的動作看起來 是丟止了四顆雞蛋 那我們如何發現 是因為今天早上9點前 大概8點56分 我們的黨工上班的時候 來到黨部門口 就發現門口有一些雞蛋或損的痕跡 所以我們就發覺說 公務司黨部被彈被襲擊了 因此我們掌握了我們本身的監視錄影器之後 就把所有的證據 我們把它保全下來之後 就請警方來協助處理 那目前看得出來 警方這邊初步的回應是 已經鎖定特定人事 從昨天的影帶裡面 看起來是一個人單獨來做這個行為 那以目前警方的速度來看 他們有信心說今天應該可以將 這個嫌疑人士把他找到 然後來詢問說他的動機 所以到目前為止 市黨部並不清楚昨天這個雞蛋襲擊事件 這個人士他的動機為何 那時機一點有點敏感 但是就我們市黨部而言 包括我個人的粉專、社群網站 市黨部而言 最近發生的一些政治事件 我們並沒有做出任何的評論 然後我們也自我檢視了 在我上任之後到目前為止 市黨部也沒有從事任何政治性的活動 所以也沒有跟任何人有結怨 因此到目前為止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揣測說 這位人士他就是雞蛋的動機為何 但是他是蠻暗的 晚上 所以其實從剛剛的影片看起來 是沒有辦法很清楚的 看到這個頭子雞蛋人士的長相 但是我們交給警方之後 他會根據這個時間點去追 追他的一個動態 然後去掌握出他的一個狀況 那警方目前是根據其他的入口監視器 有掌握到特定人士 那他的交通工具也被掌握住 所以我們希望說警方儘快能夠破案 然後釐清這起真相 我認為丟子雞蛋去毀損就我們地方黨部而已 不管他是什麼原因 對於他的一些該負起的責任 應該是要予以追究 因為他丟子雞蛋是不好清洗 所以這衍生的一些球場的部分 或者是他應該負的責任 我覺得民進黨黨部這邊是依法 就會提出我們應該有的一個立場 這樣子 很有趣 但結束會不會 Reach out 但結束會不會有的 請問我 웅 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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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